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大部分的厂家做的还是以这个黄黑方炭为主 地板特的这个底板呢 做工整体上一个做工是做的非常好的 这公司呢是一个韩国品牌 我们曾经给大家评测过一个T560 T560在小管里面打的话呢 底层还是非常足足的 但是的话F700呢在大场地里面我打了 确实底层更加的强 这个板子在398个元 我认为真的是无敌的存在 然后我们 后期在评测中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板的性能 到底是如何强悍的 然后我们给它配的胶皮是 前期配也是一个D盲特的 真手Master S 这款大师杰S这款胶皮 然后 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狂标 40度的来做一个对比 看看这两款胶皮的性能有什么差别 铁铁是一个色性套角 但是硬度是比较高的53度一个套角 后期呢我们又给它进行换到两面狂标去测试 这个底板那个整体一个表现确实是比较亮眼的 稳定性非常的高 而且又不施底镜 我认为在这个区间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 好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插播一条广告小刚哥的淘宝店 正式上架 有需要器材的朋友可以到小刚哥的淘宝店去 购买咨询 那么我在淘宝店里面等大家 这款底板呢 它采用的一个结构是这个08的一个面材 然后你过渡大概IOS的利材 然后一个蓝黑方态 然后IOS的大型 这款结构呢 嗯 在虎顶里面我们确实比较常见的一个结构 但是在 其他品牌里面确实这款结构我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因为大家推崇的是这种黄黑方态 呃 但是这种黄黑方态的话在市面上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一款 试打起我觉得给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Buster S这款胶皮 这款是一个大石S 然后整个硬度呢是53度的一个硬度 然后海绵采用黑色的一个海绵 呃 这款胶面呢是做的比较色性的一个胶面 然后海绵做的是硬度是比较高的 呃整个胶皮打起来的感觉呢是比较硬挺的一种手感 它小米狂飙的40度还是感觉稍微的是劈硬一点 打起来整个手感是比较实的 但出球的一个质量却非常的高 可能说这款胶皮呢在薄摩擦方面的话性能方面的话相对狂飙是要比较弱一点的 但是这款胶皮在撞击的时候手感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自己在拉冲的时候整个弧线是非常的上拱的 非常的爆炸整个质量而且也非常容易的打透了其实但是整个手感打起来会让你感觉很实 特别的 可能海绵的一个密度是比较高的 打起来就感觉整个手感了是要相比狂飙还做的实一些的但是这款胶皮又是一个免贯的一个胶皮 在159元那个胶位里面我认为真的非常也是非常能打的我也是最近接触到这个胶皮我来试打了一段时间也确实非常满意的表现 但是 它的一个摩擦方面性能呢 它配上这款F700的胶皮底板呢 打起来就感觉 整个胶皮有些容易打滑的现象 就感觉抓球感那么强烈可能也是因为这种色系的胶皮原因 不像你这种年轻套胶 抓球感那么强烈 但是如果喜欢撞击的朋友真的不宝宜试一下这款胶皮 好我们就进入这个试打环节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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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盲特的这款F700的初上手的一个手感做的实在是太舒服了 整个手感做的非常的通透扎实 打起来整个手上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也没有明显这种真手的手感 如果要拿了这个Master X的这个型号去打的话 整个手感会变得更加的坚实硬挺 Master S这款胶皮是要比狂表 还要硬的 F700这款底板呢搭配上狂标的 整个出球质量做的是非常的好 摩擦的走那手上感觉也做的很到位 底进方面的话我认为是要比他们自家的这个 T560底进是要合很多的 这场底板呢采用的是个南方看的 所以打起来感觉稳定性更加的高 容错率也更加的好 而且出球的整个弧线非常容易到底线 球的质量确实让我非常的满意 所以这款底板我真的非常推荐 大家要去购买去尝试一下 而且在自己发力了之后 整个弧线有点那明显的下扎感 自己发力的时候也确实非常容易能把球拉到底线 当我们就换到这个master S这个很地盲特的胶皮之后 这款胶皮配上这款底板感觉还是没有狂标来的那么的舒服 因为整个手上的感觉是要偏硬的 然后相比黄巢JGR这些胶皮要硬很多 大家基本上就是狂标的这种40度的手感 胶皮打起来没有发虚情况 然后这款胶皮更适合这种撞击的一种打法 摩擦的时候很明显就感觉到胶皮很容易出现一种打滑的现象 感觉胶皮跟底板的 一体性来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也因为做的胶皮整体偏硬的原因 如果你进行薄摩擦 你就会感觉整个板变得异常的闷 但是在撞击发力的时候 整个手感确实 就做的很到位了 所以这款胶皮更加的结合适合这种快功能打法 加大撞击的时候整个弧线是比较偏低频的 而且过去的球质确实也真的非常的高 OK 这款胶皮不像一变革新5.5这种发大力发虚的情况 这款胶皮 在抓球杆上面配上狂标做的是真的很好 不管在视频中的薄摩擦还是我在后期中打的这种拉冲 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板子的一个稳定性来的非常的好 容错率也相对的高 而且在这种三四百块 价位里面我认为这个板确实是有点无敌的存在 主要是还在起下旋 吃球的那一下子做的比较好的 这个板子呢整体上面的一个手感 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一种 内置的手感 板子的一个手感还是 比较偏于硬挺那么一点 所以这款底板的一个吃球吞吐性可能是没有 一种的这种 内置的这么吃球 讲完这个板的一个优点是时候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板的缺点 我不知道地板这个底板 他们做版的理念是如何的但是这个手柄真的不是一般人去抓的 但是反手力的抓拍是非常的卡手指 因为整个手柄做的太方太鼓了 他的一个过度弧度让人抓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是否地马特公司可以去改良一下这个手柄 好了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麦斯特这个X这款 地马特的胶皮 他的选择方面确实是比狂飙稍微的弱一些的 因为他是一个主打射性的胶皮 但是撞击起来的球质量确实做的比狂飙质量还要高 但他有个 瑞士就是整个胶皮海绵的做硬之后整个弧线真的 让异余的选手打起来 特别是在起下旋弧线是过于低的 所以这款胶皮我认为可能会打到规模底板这种板子上面会 效果会更加的好 或者说是配到这种 底板的时候个人是喜欢撞击这种手法 因为这款底板拉冲起来到最后 弧线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上拱的效果 所以整个 单板的质量过去的球也是做的很高的 而且这款胶皮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他的一个速度非常的快 地板特色款底板的小球控制方面他是做的很好 没有过多的虚弹情况 在自己手上去调节的能力也好很多 Master S的这个小球控制的话 是没有 狂飙来的那么的舒服 因为Master S这款胶皮在 短球控制的时候弧线是走的比较偏长一点点的 如果大家去问我这款底板值不值得买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款底板真的非常值得烧 这样我更加好奇他的一个特注的一款底板了 一样的是这个蓝黑方炭的结构 我争取有机会去试到他那款特注的底板 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评测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有喜欢本视频的请多多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评测再见